農曆6月18日也是今年的第三個天色日 上半年運度運氣不好的人 不妨你可以帶了一些堂格或是水果道 這溫虎千歲還是楚虎千歲 觀術雲菩薩的廟宜 雙手和屬下跪 誠心懺悔 尤其這三天天色日到619、650 這三天你如果去跟你師匠去的廟宜去拜拜 祈求轉運非常有效 但是就是忌諱 忌諱請破衣破口氣 尤其女孩子入鬥期就是非常不得的 如果想轉運的人不妨可以利用天色日 農曆6月18日也是今年的第三個天色日 也是五父千歲的地方生日 619就是觀術雲菩薩的生日 淡存得到日 那620就是溫虎 溫虎千歲生日 一般在燒王傳的 就是溫虎千歲在祖屬 所以這三天是你們要轉運 上半年運度運氣不好的人 不妨你可以帶了一些堂格或是水果道 這溫虎千歲還是楚虎千歲 觀術雲菩薩的廟宜 請破衣破口氣 尤其女孩子入鬥期就是非常不得的 如果想轉運的人不妨可以利用天色日 那天色日最寄別方的就是 屬廟宇跟小妹就不要向百風 其他你可以向天清清無為 更旺盛的草 樹木的地方 需求轉運非常有效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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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角糟糟糕 j害能透悟